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在美丽的圣地雅哥 继续来参观托尔兄弟的样板房 那么这是一个山顶的铁门小区 地税呢是1.05加6000美金左右吧 6000美金呢是承建税 那么这一边呢它是一个铁门社区 学区非常好景色也非常好 在我身后呢是它的第三栋样板房 样板房的外观呢是contemporary的设计 也是我个人对于托尔兄弟 最喜欢的一个外形设计啊 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有品位 那么这一栋呢它是5到6房 5到6.5个洗手间 3到4车库6104尺 是这个小区目前最大的户型 那么样板房呢也在有出售啊 那么样板房的售价呢 我放在屏幕上 并且有非样板房的漆房和现房可以出售 那么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是有一些些折扣的 并且样板房的奖价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 要尽快联系米娜 米娜帮你看家哦 好了现在跟我一起去参观吧 让我们走起 这一栋呢进门是非常高的挑高点 并且呢门上很多很多玻璃 那么这个玻璃呢 让这个房子整体的都非常 看起来非常的高品质 非常现代化 并且它是托尔兄弟最受欢迎的 双转楼梯式设计啊 非常的戏剧化 非常的豪华奢华气派啊 那么每个人呢一进门呢 这种门厅的感觉呢 会对屋主人有一个第一印象 这个第一印象呢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这一栋啊 绝对会非常的 impress你的客人 让你的客人大失意见 哇塞这栋房子真的好漂亮 那么一楼呢 其实是藏有一个房间的 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那么这个厨房呢 它的中道非常的有趣 它是一个梯字形 自家的厨房呢 就有一个梯台 可以在这边 进展自己高调的厨医 并且呢 这个厨房呢 它还带有我们中国人 特别喜欢的中厨的选项 如果我们做大油烟 大伙炒菜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完成了 怎么样 各式各样的爆炒 各式各样我们中国的传统 各种各样特色的中国菜 都可以在这边完成 而且不用让你的客人觉得 满屋都飘着油烟的味道 那么中厨呢 还是很重要的 那是正对着客厅呢 那么客厅呢 是众所周知 一个家最重要的地方 为什么呢 客厅不管是家人娱乐 还有是朋友来聚 客厅呢 都必不可少地成为一个 聊天交友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边的设计呢 也体现了屋主人 对于这个家的品味和独特 那么说客厅呢 是一个家的门面 那就再不为过了 那么这样一个漂亮的 大气的厨房 连接着这样一个 高端的客厅呢 肯定会让你的家 蓬闭声会让你的客人 觉得你家的档次 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呢 这个餐桌呢 是12人用餐的哈 在这边你可以款待 你的亲朋好友 而且呢 还可以在这边开个小会哈 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全景拉门 出去的外面的空间哈 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那么在这个客厅 招待你的客人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的有排面的哈 在兼顾娱乐开放 与共享性的同时呢 也非常的大气有档次 好了 现在让我们去院子里面 看一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AC 报纸 让我们去院子再弄した 瀑布无痕永迟 精致的加州阳光房 户外的厨房 酒吧 各式各样的果树 园艺 还有后面的100万的山景 大家猜一猜 这个样板房的装修加了多少 答案就是 那么这个样板房呢 托尔兄弟在他的委层价钱 只加了100万哦 这个价钱还是可以商会的 想想真的是非常划算 托尔兄弟高品质 高质量的设计 那这个房子呢 是别具一格 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感兴趣的话 要抓紧时间了 左边上楼还是右边上楼呢 我们人生呢 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让我们选择哈 那今天呢 就是小伙伴你们选择一下 想从哪边上 left or right or left left right right 上来的就是我们二楼的love 毋庸置疑 托尔兄弟的一贯的设计呢 就是主卧在这个方向 次卧在另一个方向 让我们看一看 这一栋是不是一样的方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没有猜对 这个方向呢 是我们的次卧 婴儿房 以及其他房间的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我这个位置来感受一下哈 针对着我们的这个方向呢 是一种景色 那回头在我们后面呢 是另外一种景色 我觉得但是这个院子就不止一百万了吧 但是这个一百万的景色 一百万的景色 来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努力呢 就能够成功 这恐怕是美国梦最吸引人的地方 也是很多海外买家 争先恐后在美国购置房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那些大营影视 隐身于世外桃源的高档社区呢 其实就是一个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那我们今天参观的托尔兄弟这个铁门社区呢 位于圣地亚哥的山上 环境呢是非常非常的好 小区设施非常多 周边呢出行也是非常的便利的 那么这边呢 其实一共是有五个户型的 但是它呢有另外两个户型 并没有设置样板房 那么另外两个户型呢 它也分别都是四到七房的设置 4500尺到5900尺的居住面积哈 那它呢是270万的价钱起 那我们今天参观的这种样板房呢 也有在出售 它呢只加了100万的价钱 所以现在的售价呢 我会放在屏幕上 小伙伴呢也可以跟我咨询呢 那么这样的装修 这样的设计 知名设计师的设计 奢华的装修 高品质的打造100万的加价 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了 那么如果你对这种房屋感兴趣呢 要尽快联系我哦 我是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 和注色会计师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为我点赞的话 就请你伸出你的手指 为我点个赞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